花蓮市公所为了刺激商圈买器 今年度再度推出花得开心购物节活动 从即日起到11月3号 任何人只要在花蓮市消费满300元 前往指定的地点来登陆消费的发票 即可领摩彩券筹大奖 而今年特别准备万元现金和礼品大奖等两阶段的摩彩 而市政威嘉宴也邀请民众一起来享受欢乐购物的气氛 花蓮市公所为了刺激商圈买器 今年度再推出花得开心购物节活动 从10月1号到11月3号 任何人只要在花蓮市消费满300元 前往指定地点登陆消费的发票 就可以领取摩彩券来抽大奖 那也希望说在这次的购物节能够让大家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加倍 那也希望说大家在花费的时候拿着发票 11月1号到11月3号都可以到我们三个路口 那在远东百货的圆环 那在大宇街的路口 以及我们旧铁道商圈的这一个部分都可以去做一个登陆 那登陆的部分那我们抽奖有分的一方 第一个阶段的是礼券的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阶段的就是我们家电 那我们有最好的一个礼品 就是我们苹果电脑 iMac 24寸的桌上型 那还有智慧型手机 那扫地机器人等等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振兴经济 也能让花蓮 在这一次的天灾的这个部分能够越来越好 我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 我们的振兴券不要在网路上一样拿去卖掉换振兴台币 一个水库如果漏水了 新台币漏到外縣市去的时候 这个相当于10亿的预算 没办法在花蓮市活络的话 花蓮市还是会持续相当的辛苦 那来到远东买 就没有问题 对对对 有加码吗 有 那现场会再加码吗 对 我们把3000块民众当作是一种运动 把3000块用力的把它花完 店家努力的提供优惠 让3000块落入店家的口袋 这样才能够促进花蓮的经济 10亿可以做什么 10亿可以放大成30亿 40亿 50亿 60亿 帮助花蓮度过难关 花蓮人要用自己的方式救花蓮 就是这样子 去年度花的开心购物节 收到了12万张的摩采券 为了提高中奖几率 施工所今年度规划了两阶段的抽奖 10月29号要抽出的是 现金和商品礼券的奖项 而11月6号则是抽出了多项大奖 包括了苹果桌上型电脑 三星智慧手机 扫地机器人 空气清济机等36项 另外远东百货花蓮店 还提供了1万块钱的百货商品券 发票的登陆地点 是在旧铁道行人徒步区 中华路大雨街口广场 还有远东百货花蓮店一楼的圆环 民众可以就近拿发票 凭证来登陆领取摩采券 详细的活动办法 也可以上花蓮市公所的网站 脸书 以及花蓮市文化观光资讯网来查询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